那進來大家有些因為有看到BNT疫苗會進來 所以有一些可能本來可以打這個AZ的 或是符合預約資格的人想要改選 第二就是說 當然你本來 就是說你有符合這樣的一個資格 但你沒有去預約的 我也完成預約 那從8月31號下午4點以後就可以 來加選BNT 那如果是完成預約的 想要改的 那要到9月11號起 才可以加選 反正就要到 因為你已經預約了 所以要9月10號你都沒有去打的話 那也可以 再改選 另外在BNT的接種裡面 大概初步 初步大概先 在學生12歲到17歲 這樣的一個學生 那主要是在校園 那照冊接種 那當然還有一些其他對象 那自己要到醫院打的 那可能就拿相關證明到醫院去打 那另外呢 我們會 也會再開放18歲到22歲 18歲到22歲對象 那會到預約的平台 那做醫院的登記 及預約 所以這個 這個相關年紀的在這一次裡面 達到可能性是很高啦 那所以 符合資格也盡快去預 盡快到預約平台做醫院登記 如果還沒有做的話